娱乐圈杰匹最严重的八位明星,一位做助撒尿,一位一天刷八四牙。 每个人都听说过洁匹这个词。简而言之,他非常前进,绝不能容忍肮脏无序的工作。 我们周围的朋友或多或少都有这样一群人,他们有自己的清洁行为,当他们认真的时候,他们会让你遵从他们的意愿。 热爱清洁是件好事。如果清洁是一个严重的问题,恐怕会让人无法忍受。 娱乐圈也有许多明星吃米鱼清洁。 今天,我整理了一份娱乐圈最吃米清洁的六位明星的名单。 作为处女做恐惧症患者的杰出代表,田亮曾经说过,她必须每天洗三次澡,她的父亲必须有一个儿子,她的儿子小亮仔。 在参加一个综艺节目时,亮仔的洁匹表现得淋漓尽致,让田亮自己大声说道,不再洁匹了。 马苏有很严重的洁匹。 吴奇隆是综艺节目舞台上的好朋友,他透露他不能直接去马苏家坐沙发。 他必须换一件前镜的家装。 3. 根据采访李冰冰的一位资深记者的报道,李冰冰喜欢前镜到清洁的程度。 4. 沙发不允许她坐下,她进门时必须换鞋。 5. 如果任何长头发的女孩想进入李冰冰的房子,对不起,请首先系好她的头发,这样她的头发就不会脱落。 5. 如果你想把电脑放在她的桌子上,对不起,请先拿个垫子。 5. 李冰冰附近的一名工作人员小编也证实了这一点,她向记者补充道,以前,如果她的客人试图靠近沙发,她会非常紧张。 5. 后来,她被反复建议说沙发是给人们坐的,她悄悄地说服自己不要太在意。 5. 虽然沙发是开住的,但床还是禁止入内。 5. 小编说,除了她的小侄子,没有人能碰她的卧室里的床。 5. 罗志祥的清洁度仍然相当严重。 5. 罗志祥非常前进。 5. 为了保持厕所干净,她总是坐住撒尿。 5. 这种奇怪的习惯让她的经纪人感到奇怪,她是个大人物,但是她坐在那里撒尿,她害怕弄脏厕所。 5. 不要在外面使用公共厕所,只去家里的厕所,不要让别人在房间里吃饭。 5. 古天悦的每个人都应该熟悉她。她在荧幕上扮演了许多精彩的角色。 5.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应该是她的著名作品《众神英雄》,其中杨过也得到观众的认可。 5. 然而,生活中的古天悦是一个清度洁疲者。 5. 每次拍完电影后,她都必须洗个澡,吃完后立即清理桌面。 5. 古天悦本人说她非常喜欢清洁,她的家一尘不染。 5. 喜欢清洁很好,但是一个客人怎么敢去她家。 6. 陆寒应该很受年轻人的欢迎。 6. 毕竟,她现在是小鲜肉的世界,在娱乐圈里名声不佳。 6. 陆寒的清洁也是对清洁的热爱。 7. 她不乱扔垃圾。 7. 当没有地方扔垃圾时,她总是把垃圾放在口袋里,不喜欢别人坐在她的床上。 8. 然而,她在跑男中的表现仍然可以接受。 8. 余文月,自从她的首次亮相,余文月就被称为偶像。 8. 当她住在酒店时,她会把酒店里的家具搬到一个舒适的位置,一遍又一遍地擦拭房间里的所有东西,甚至连垃圾桶都不会放过,只是一点点灰尘。 8. 在上个世纪,费祥是许多女孩心中的男神。据说她的洁癖非常严重,每天要刷牙七八四。 8. 外界也猜测她没有结婚,因为她非常爱清洁,女孩们都受不了她。太前进似乎不好。 9. 有时,有点不怕脏可能会更有根据。参考来源。 9. 参考来源。 9. 参考来源。 9. 参考来源。